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大家好 今天是5月15号 下午12点40分 午餐时间 我们来看一下这支 MBSP 这支股呢 很大机会 是下一个标股 首先我们来分析它的技术图 它在2022年的时候就盘整了 那时候大概是在0.50左右盘整了 然后在2023年4月的时候就突破 这个盘整区突破了 这个盘整区呢 我们叫它做这个 Consolidation Stage 1 它就飙上去 飙上去的时候 然后这个就是Uptrain上升趋势 第二阶段 然后呢它就回调上去 回调上去 回调上去 没有继续往上涨 被这个0.81 这个阻力线挡住了 一直没有能力突破 我们可以看到呢 当它这个 上升的时候 成交量是上升的 当它下跌的时候 成交量是下跌的 你可以看到呢 它的第一个下跌 大概是16% 跌了16% 然后又上到去 又再回来 第二个下跌是13% 而刚刚完成的是8% 也就是说它是符合这个 VCP的形态 很大机会继续往上标 但是现在它不是入场的时候 因为它的这个主力线是0.18 现在是0.805 差五分钱 如果 它有机会 突破 上上去 比如说0.81 0.815 上上去 然后呢 这边的成交量呢 也是大涨 也就是 成交量大涨 股票突破 这个呢 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 马路讯号 VCP 它就符合了这个 VCP的 买入 讯号 有机会 往上标 止损呢 就放在这个K线的 最底价 这个VCP形态呢 是美国交易冠军 它时常用的一个形态 这个形态呢 主要是看这个 supply and demand 就是说这个 supply zone跟demand zone 可以看到呢 现在的supply 是越来越少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 下跌的 是越来越少 成交量越来越少 最后时候 当它这边supply 接近零的时候 它就会飙上去了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也是想和我一起 讨论这些钱人股 你可以去里原区 了解详情 你只要用 注册这个 WOMA马来西亚 你就会被邀请 加入这一个 VIP Group小组 免费的 还有呢 免费的使用性指标 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些钱人股 有信息的朋友 可以去留言区 了解详情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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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